清朝时期,梁州有个名叫于金虎的年轻人,此人自幼习武,身强力壮,可他不学好,整日混迹街头,仗着一身武艺,无人能敌,妻男霸女无恶不作,是当地有名的恶棍。 这天午后,于金虎酒足饭饱后,正要去赌方,在路过一座荒宅前时,却被一道倩影吸引了目光,只见荒宅门口,坐着一个皮肤白皙,容貌秀丽的绝美妇人,她应该是累了,正不停地捶腿,于金虎见状,坏笑着想要上前搭讪,可在抬头看到荒宅后,却停下了脚步,骂了两句晦气后,转身离去。 原来,那美妇深厚的荒宅,是一个大凶之地,宅子原本的主人是个姓刘的园外,十分有钱,还有个美娇妻和可爱的女儿,其妻子出身行医世家,经常在家研究各种药物,还养了许多用来是要的动物,是一位很厉害的女郎中,在当地颇有威名,不过刘园外显然不懂才不外露这个道理,干什么都大手大脚,讲究排场, 结果没多久,她就被贼人给盯上了,一天夜里,贼人潜入她家,先是玷污了流园外的妻子跟女儿,又将其上下三十六口人全部杀害,拿走钱财后,又放了一场大火,毁尸灭迹,自那以后, 这宅子就荒废了下来,也出现了许多关于这宅子的风言风语,说是里面闹鬼,凡是靠近的,都会被鬼魂缠身,也正是如此,于金虎在看到那宅子后,会有如此反应, 不过她没有放弃,而是立马托人调查起了那个美妇的信息,第二天,朋友告诉她,那美妇名叫秋菊,是前不久才刚刚搬过来的,据说其母亲生病了,她每天都会到后山采摘草药,于金虎听后,眼珠子一转,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这天清晨,秋菊像往常一样,到后山采药,可天空不作美,在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秋菊四处避雨,好在不远处有个山洞,她想也没想,便钻了进去,可她前脚刚跑进山洞,一个男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正是于金虎,于金虎比秋菊足足高两个头,站在秋菊面前,就跟一座小山一般, 秋菊心中惊骇,正要开口,却被于金虎直接提起,并拖进了山洞深处,她拼命挣扎,可一切都是徒劳,就这样,她被于金虎这个恶棍给玷污了,事后,心满意足的于金虎起身准备离开,却忽然被秋菊给死死拽住,她脸色微变,举起手正欲打她,却发现秋菊正一脸冷笑地看着自己,那眼神冰冷一长, 竟让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于金虎咒骂了两声,想推开秋菊,可她力气变得极大,竟险些将于金虎拽倒,紧接着,秋菊伸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一扯,一张完整的皮肉便被揪了下来,露出另外一张人脸,于金虎被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此刻的秋菊,居然变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的大男人,她意识到了不对,尖叫着想挣脱束缚,逃离此处,可秋菊的手,就像钳子一般,将其牢牢固定在原地,并发出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于金虎,你难道忘了,他们都是谁吗? 此话一出,于金虎愣在了原地,看着眼前变成男儿身的秋菊,她想起了一切,秋菊刚刚的样子,正是几年前遇害刘元外的女儿,而此时其眼前的男人,正是刘元外,这还不算完,秋菊仍在不停地撕扯自己的皮肤,一张张不同的人脸,出现在于金虎面前,全都是当年刘元外遇害的家属,直到撕下最后一张脸皮, 秋菊竟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蟒蛇,而此刻的于金虎,已经被吓破了胆,原来多年前,害死刘元外一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于金虎,当初她看上了刘元外貌美的妻子,便趁着夜色偷偷溜进了她家,并将其妻子玷污,可事后,她却被刘元外的女儿发现了,为了不暴露自己,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害了刘元外全家, 并放火毁尸灭迹,不过她并没有注意到,刘元外妻子所养的一条药蛇,爬出了蛇笼,目睹了这一切,并偷偷溜走了 那药蛇当时已经修炼出了灵制,为了给主人一家报仇,她不停修炼,最终化身成了秋菊的模样,她只是在于金虎面前出现了一面,结果她真的上当了,于金虎跪倒在地,不停磕头求饶,可蛇妖显然没有打算放过她,并张开了血盆大口,朝她猛扑过去 几日后,众人在荒宅的门口,发现了于金虎的尸体,她跪在地上,头颅被放在门槛,就像是在向刘元外一家忏悔一般 至于秋菊,此事过后,她就失踪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佛说,种什么因,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一路上,种下善因,多读善书,多做善事,走正道,就是积得积福,多得福报 你今天享受的幸福生活,都是你曾经修身,奋斗的结果 人在做,天在看,作恶多端的人,终究没有好报 小人得志一时,但不会得志一事,恶人当道,最后遭天谴 如果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就多行善,多积得 以下四件事,千万不要做 一,强人所难,俗话说,强有的瓜不甜 如果你爱上了谁,就真心实意去追求 用自己的温暖去感动对方 而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去绑架别人,真正得到的爱情 是两厢情愿,是一辈子都铁了心在一起 不离不弃,抢求的缘分不能幸福到老 抢求的理想的不能硕果累累 比方说,你希望自己腰缠万贯 于是想方设法去算计别人,得到自己的利益 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了钱财 但最后总有一天,别人会惊醒过来 然后断绝和你的关系 让你走投无路 更糟糕的是,你所得的非法财产 带来了,牢狱之灾 人与人交往 要记住,该来的会来,挡不住 该走的会走 留不住,要顺其自然 好好珍惜 用真心换真情 人生路上,才能遇到更多的贵人 二,口是心非 有的人,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从来没有信誉可言 说什么,都是夸夸其谈 从来不经过大脑 也不会长记性 他答应你的事情 过后就忘记了 不放在心上 久而久之 口是心非 的人,会失去人脉 失信于人 口是心非 的人,不会得到 善报 因为信誉度很低 说什么,别人都不信了 慢慢就形成了 众叛亲离 的局面 爱一个人 是说一不二 是说到做到 然后才有两个人 一起创建幸福的家庭 做生意 诚信是金 越诚信 越有口碑 顾客越多 朋友交往 答应别人的事情 都做到 才能算 真哥们 因此 劝你别 口是心非 否则失去了群众的口碑 做什么都举步为奸 三寸之舌 永远无法代替积极行动 三 不忠不孝 忠 是对国家忠心耿耿 对上级忠心耿耿 孝 是孝顺长辈 多陪伴老人 多关照老人 孟子说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又无幼 以及人之幼 每个人都有变老的时候 如果年轻的时候 不孝顺老人 那么你自己老了 别人也不会对你孝顺 要知道 一个眉目慈善的人 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照 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好心的人都会远远地躲开 比方说 你曾经对路上跌倒的老人爱理不理 你老了 突然跌倒了 就别指望有人扶你一把 有国才有家 国家混乱的时代 估计你的家也不好过 都要到处流浪讨生活 因此 对国家忠心的人 是感恩社会 是用善良去看待社会 多做善事 然后才可以过上太平的好日子 四 暗中使坏 暗中使坏的人 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农村有句俗语 不叫的狗 会咬人 那些躲着暗处的小人 不作声 但最坏 一不小心就干坏事 让人防不胜防 因此 你千万别做暗中使坏的人 要知道 是非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 总有一天 你藏不住 要被人揪出来 贴上 不知廉耻的标签 甚至被别人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做人 要光明磊落 千万别暗中使坏 白天不做亏心事 夜里不怕鬼敲门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说话 好好待人 如果以上四件事 你都没有做 或者做了 但即使改正了 那么恭喜你 往后余生 将成为福贵之人 即便处于人生低谷 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守得云开见月明 多行不易避自闭 害人就是害自己 帮人也是帮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